不少民众喜欢在一家网购 不过日前却有人收到包裹 打开一看发现里头怎么好像怪怪的 因为自己根本没有购买类似产品 整块预言放入水中 瞬间染成五颜六色 原来网友收到的诡异包裹 装的正是彩色预言 就有人po文表示 虽然名字和地址都是自己的没错 但也非常确定没有买过类似产品 贴文一出引发讨论 不少网友留言 自己也收到同样的东西 而且寄贱人统统来自中国 还有人说真的有名为预言的毒品 最好小心为上 比较诡异的是寄贱人的名字 好像都一样 都叫金发 某金发某金发 然后寄给不特定的民众 所以这是一个诡异的情形 政治的邮包你们都会安检 为什么这种奇奇怪怪的邮包 中国自己都不做好安检 2020年就有神秘种子在全球乱窜 包含美国日本及加拿大 都有收到中国寄来的不明土壤及种子 一度引来各国高度警戒 过去BBC报道也指出 诡异包裹乱窜 恐怕是网路店家为了赚取交易数和评价的 一种不正当手法 利用假账号在平台上下单 再寄出无关紧要的小东西到真实收获地址 就能透过交易记录留下正面评价 民众收到来路不明的网购商品 虽然没有造成财损 但也代表个资可能已经外泄 三七文故隐通来新一台北采访报导